你好,财经铁路啊,喂,大家好啊 是,大家好 这部影片出现是3月3日的,喂,大家好 这次江智瑜我们说什么啊? 喂,我们说说,当然啦,说说港股啦 昨天升得这么厉害,是吧? 突然夹了几百点上去,挺可怕的 那我们先更新一下今天美股的情况 何智光,看一看美股现在是什么环境啊? 呃,现在呢,美股呢,就 道指,升就少少了啊,升了一百一十五点 就三万二千七八七七左右啦,这样 有上有落啦,正在移动啦 跟着呢,我们做节目一刻啦,那就 纳指呢,NASDAQ呢,就 一万一千三百零七点左右啦 有上有落啦,那就跌了七十点左右附近 跟着呢,S&P的五百呢,它就是三千九啊 这个跌了八点,即是 其实,S&P就差不多,都是没什么移动啦 是吧?都是四千左右,又上又下 那样,大出大弱啦,那样 啊,今晚其实就很经典的,其实 看起来这个,呃,那些油啊,和一点点外汇啊 看看啊,何智光,麻烦你 那,我们做节目一刻啦,3月3日的凌晨的时候呢 那些油价呢,就,呃,WTI呢,就78元 是,OK 跟着呢,呃,这个布兰特啦,英国那边呢 就84元的 有没有见到美元指数啊? 那,美元指数 就105,都挺高的 因为呢,就,我也知道 早几天都说过消息啦,就是 因为他们说通胀不太行 所以联储局会继续加息 是 即不止两次啦 继续加啦 那就加4,5,6次 那些人就怕美元又升回啦 那,但是很多东西不是很配合的 那,我剪了一张图 是今晚的news 是 是 那,我先钉住一张先啦 美国股市 Tesla无新意,错7% 纳指低开余8点 是啦 那,跟着下面呢,就是 那个10年期债息啊 欧通胀强劲,优加息 那,那,其实这个欧洲通胀强劲 是 是 我想是一种共识来的啦 知道他以后是这样的啦 那,美10年期债息呢 就突破了4厘了 今晚 是啊 是啊,这个都挺严重的东西 就是心理关效来的 那,但是整个世界好像 没有人理它 那,你就4厘咯 我,我股市不跌的啦,是 那,跟着那些油啊,金啊 我都不跌的啦 这些比特币还要 都是不跌的,什么都不跌的 就是有点像这样啦 ok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10年期债息的照片 那,很迫近上次的顶位 而且走得快啊 那么 那,就是 好友 就说,哎 美联串不肯加息的 美国不加息的 这个 这个 这个10年期债 不会走得很远的 那,淡友就说 喂,死厘了喔 再打上去 那些债不行的喔 會崩盘的喔 現在看來就是淡有喊極也好, 市是不動的 其實對沽了美股的人來說, 真的是難搞的 如果牽涉到期權那些更大, 怎會有時間值的 不動就是輸的, 是不是呢? 我們看看這個Tesla Tesla今天跌6-7%, 較早時又跌的 Tesla的圖片真的差, 看看它會不會彈上去200點 做節目這一刻再跌多2元, 188, 跌穿190 我認識的大股裡面第一隻就被人劏了, 如果是這樣 美股這個很奇怪的,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繼續關注它 因為始終如果真的美股是大海來的, 如果外面大西洋海嘯的 我們這些小島這些港股, 就一定是風雨飄搖的 看看怎樣發展, 我們看看港股這邊 港股呢, 外面那些人說, 通常就說PMI 麻煩你, 何志佳, 拿PMI 即是這個Wall Street Journal, 跌到那邊, 但不要管了 中國2月, 官方製造業PMI大幅反彈至52.6% 創2012年4月以來, 最高 是 即是由50.1%升至2.5%很多 在PMI來說 是 我個人來說, 不會太介意它 即是是PMI 因為市場上升了 原因 就是大家找的, 找得最清心如意 就是PMI 即是這樣 我們看看 升快點 我不拿今天那些圖 我用昨天的數據 給大家看清楚, 升值是怎樣的 十大成交, 我們看看 有什麼成交 我們嘗試在這裡 揣摩一下這個 800幾點, 真是很誇張的 首先第一件事, 無緣無故升800幾點 4.2% 然後 國子升5% 科子升6.6% 但上證只是升1% OK 這個是特點 即是上證和我們的走勢又不同 我們和美股又不同了 OK 其中一個原因 我相信是的 就是 落到去下面的時候 剛剛 旗子轉倉做了 然後那些朋友看得很淡 大量的紅色在20400、20600那裡 於是一撲上來就爭了 那些800幾點 OK 殺無瀉 全部殺了 那些紅仔 看看升什麼股票 700就是7% 阿里巴巴升6% 然後美團 那些ATMSJ 那些南方科技股指數基金 8度 全部有份 那有個特點 中移動 居然是52周身高 通常以往的升市都是 我升ATMSJ就可以了 我中移動 我喜歡打得久 又或者是 喂 這個跌市中移動沒有跌過 其實 那中移動的投資者 如果是一般的trader 很容易 我當然是沽中移動 買這個阿里巴巴 買700 買其他的ATMSJ 因為那些跌了很多 跌了十幾%下去 中移動沒有跌過 所以沽中移動 買這個700 很正常的炒家做法 但是中移動沒有 是升3% 照升 其實除了版面那些 一大堆的二線股 都是升的 那些什麼鐵塔 2342 那些 一大堆 都是升的 其實 如果純粹是夾指數的 用不需要這樣升 不需要 所以昨天的升市的特點就是 相當全面 為什麼會這麼全面呢 是不是 有什麼好東西 實質經濟是真的幫到這一大堆的股票呢 是不是 如果要夾指數的 ATMSJ就可以了 已經夾到 為什麼要做到這樣呢 大家不妨又想一下 韓子江 繼續看下去 恒真指數 我記得 是 這個恒真指數是二十天的圖 來的 下面成交最大的圈 就是期指結算那天 有些大成交易都是很合理的 因為有些衍生工具要平倉 各方面 然後 翌日就整個大升市出來 當然 正如我之前所說 牛紅症那裡顯示 那些人看得很淡 我們轉倉 轉倉拉上來之後 有什麼的特點呢 就是 有條橙色線 隔著那裡 其實就是 某個程度上 就是這個轉倉位來的 如果站在上面 站得到的話 其實某個程度上 三月 就應該是好倉主導 好倉主導 這個趨勢就會向上 基本上為主 但是當然 如果 如果 美股有什麼問題 拆回去 橙色線 樓下 那個勢就會淡一些 所以 我個人來說 那個指數 飄了上去 這些二萬四百點那裡 那裡 我偏向相信 我自己 起碼是 比較看好一點點的 OK 我們看另一張圖 何志剛 就是 護心三百和港股 大家對比這二十人 護心三百只不過在幅度上飄 港股相當好玩 先 先在高位 二萬一千七百點那裡 插了一千幾點出來 然後 再夾爆 淡倉 我們見到的就是 港股是另外一格的 近期的走勢 兩張圖完全不像 很簡單 有什麼可能 是星市可以升得這麼全面的 連非藍籌股呢 都升到啪啪的聲音 很厲害 雖然一天這麼多 但是今天也沒有跌下來 今天沒有跌下來 什麼跌下來 沒有啊 3月2日也沒有跌的 什麼跌下來 其實走得好穩 那何志剛想到什麼 你可以想到什麼 嘩你這樣考我 喂 想不到不要緊要的正常 這個 是啊 我講講講講 就是 我覺得比較可信 就是除了夾淡倉 這個是真的之外 是 不過夾淡倉 也要之前 部署了好倉才行 那通常部署好倉 就不會吃一天的 就是 還要 吃多一點 做得盡一點 這個是 就是 其子大戶的手法 那 那 嗯 有沒有一個可能性呢 何志剛說 PMI數據之後 還有數據呢 而那些數據表現到的就是 中國其實經濟慢慢走向腹上 這個肯定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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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們有些數據 知道中國真的 真的 會 經濟反彈得 他們滿意 那 之前唱到氣氛很差 那 突然間 我覺得 3月1號 就要殺了 這樣就推上去 因為露出來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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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遊戲經理 那 就是 可能 超級大戶來講 可能他一兩個月前 已經知道是復償的啦 經濟 是吧 是 12月底也知道 外國的經濟經理呀 在香港那些 採寫樓那些 不知道的嘛 那 一路露出來了 美巴出來的時候 那 你不搶 我都搶 那些貨 是不是 那 那 現在 中資股 其實那個業績 是說 是 疫情的業績來的 不是復償的業績來的 OK 那 變成了一個這麼強的走勢出來 那 如果這個講法是對的 那 接下來的一兩個禮拜 就陸續有來了 應該是 陸續有來了 嗯 那 那當然啦 我們 剛才說過 美股是一個大海洋 那 那 不斷有人提我 那些財演也好 高大師也好 說 喂 你升到 四厘 十年期債券 很不行的 那 那 我 那 那 那 我相信 就是唯一一個 憂慮 是令到港股走不了的 那 我們就 就是 拭目以待 因為 每個人 聽完 接收完這些消息之後 他究竟下多少 究竟下多少 到底下多少 註 怎樣下註 這個是很個人的事 亦都是 就是 他自己個人的手法 想法 那 但是我這邊 能夠 看得到的 就是 真的 中國股市 或者香港股市 昨天的那個升市 我覺得是特別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很奇怪地 那 就沒有什麼 ETF 沒有什麼 的訊號 給我聽 會大跌 這個 這個 真是 真是 真是很奇怪的事 那 所以 拿著這些的資料 那 大家各自修行 各自 就是打造 大家的 這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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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就 提一提 就是 我們之前的標題 就說 人民幣跌 可能 拉塌港股 現在看的款 就是 西方要 買入 香港 或者關於大陸的相關股票 所以 打壓人民幣 令他們 買入 中國股票的成本低 這個 我們可以在下一節說 好嗎 好啊 好啊 我想到這些 先說 OK 好 我們沒有投資意見 純粹個人分享 OK 拜拜